《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各位家長 歡迎來到CEO家長講座 我是余榮輝 今天我們請到一個朋友呂太 你好 歡迎 我們今天來講一個話題挺有趣的 我們經常聽見中國也有一個言語 修身齊家 智覺就可以平天下 我們不是每個有機會都將來做領導人 但是我們每個都有機會有家庭 我們每個都希望自己能夠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想這也是我們現在做人的責任 我聽到其實我們當中的這些話說了幾千年了 其實當中我們為何還要學這些東西呢 因為今時今日特別面對這個社會都是更加複雜 即今時今日做家長 真的太多東西要去學習 即以前做家長是不用學的 而現在更加說學家長是學做怎樣去做家長 我們更加現在提倡就是收身是要由自己先做起 很多時候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教好小朋友 很多時候家長跟我們一說起的時候就說 哎呀 這些小朋友教他們都教不懂 為何又管他們不好 很多時候是對象先進入小朋友 所以我們其實開始回想 原來為何我們沒有效果呢 做不到我們想做的事呢 所以我們就會多些想起 會不會由家長自己本身先搞好自己 先再去管教我們的小朋友 這個就說得好 我們經常說管教小朋友 自己本身的身教很重要 但是偏偏我們現在的家長裏面 都比較上是隨意的 他們的生活裏面 就可能沒有那麼嚴謹 因為可能上有高堂的時間 我們很多事情都很緊張 你知道了 爸爸媽媽或者爺爺媽媽都不允許我那樣 現在全部核心家庭 關上正門就兩功夫 你喜歡做甚麼都 好像沒有人理你 有私人空間 是 是 是 所以更加知道 亦都是社會的環境轉變了 反而以前大家庭可能有一些長輩 有時他們會有些長者的智慧 去幫助我們在管教小朋友上 但是現在我所說的 是一個核心的家庭 可能兩夫婦對著一個小孩子 將焦點完全在小孩子那裏 所以在管教上 其實小孩子都在承受不同的壓力 或者是更加大的壓力 所以在家長上面 更加要去找一些出路給自己 怎樣能夠可以在管教上 能夠多一些的能量呢 但是你說管和教這件事 我發覺也是一個很困難 剛剛早兩天你也看過新聞了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就因為現在熱愛電玩上網 然後又不上學 然後被媽媽發覺之後 然後悲劇發生了 其實就… 我也也看過一些個案 其實就… 你不能夠說子女戴外打機 連爸爸媽媽現在拿著電話 你看到她每天都不斷撥撥撥 媽媽又玩 爸爸又玩 一家人走去喝茶的時間 各有各玩 大家都不是在聊天的 那這些情況 我們又怎麽可以做好一個新教呢 所以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現在的家長 剛剛早兩天我自己在Facebook 和我的朋友雖然說 什麼青年人那個 就是這宗新聞之後 他說其實是甚麼 上網成人已經有11% 我們的對話就是 咦 是不是家長 這1% 我說不是 可能成人是120% 即是我們的對話有時候 好像說笑一樣 但是亦都是反映著一個現象 即是說家長自己本身 可能她真的怎樣去做一個新教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無論在電玩 無論在時代的轉變和進展裡面 其實是她更加的 要真的好像我們所說的 要由她自己開始去做起 你想沈蚊仔做得好 一定是要自己的新教去做好了 但我們現在經常都在說 做好自己本身 其實我想很多次都是一些關係的建立 你現在經常叫我管小孩子 老實說哪有得管 因為你老實說 都沒有什麼時間見他 跟他溝通 現在我看到有些都告訴我 連溝通的時間沒有 都是SMS給兒子 叫他你幫我盯上一些東西來吃 因為還未下班 我們這些困窮 我們怎麼處理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真的事在人為 我猜在我自己做例子 因為我自己做社工的時候 是清智元雙胸做的 三個晚上 我們要… 即是三天起碼 就要回兩點 放十點 如果我嬸通小的時候 我回到她應該睡覺 其實也是挺大的挑戰和困難 但是在當中 我們都盡量去找空間 現在今時今日的父母 可能每天都在家工作 你回到七月中三放十點 我可能11點才下班 每天都在家工作 但是在這個情況裡面 我們真的夫婦之間要去協調 而且關係是一定要先走 跟小朋友的關係 一定是跟他 真的現在不可以是 有那個所謂父母 那個高高在上的角度 真的要跟他 好像朋友的距離 才能夠跟他有一個好的關係 當他有一個好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真的會知道 爸爸媽媽隨時在他旁邊 待會的時候 這是第一步要做得到的事情 能夠風雨同路這個承諾 我相信父母習慕旁泰 一定會做得好的 但是問題是說 生活有這麼艱難 我們現在還想要做一個優質的父母 我們早前也剛才說 怎樣去為小孩子的將來 怎樣讀書 去準備 去打拼的時間 其實我們家長 從正面的角度裡面看 建立好的關係 我們還要做些什麼呢 我猜建立好的關係 還有一個好的榜樣 好的榜樣 例如做些什麼呢 我們要在面前讀多些書 不要玩那麼多機 還是怎樣 這個也是其中一個 你玩機也不是壞事 因為有時你玩機 你跟他才同情同氣 剛才看到迪鑽在社群網站 他跟兒子砌高達 是 他也高達了 會看到 這麼大的兒子一起砌蒸木 是否有人想過 原來其實 這些都是一些空間 去跟小朋友建立這個關係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你怎樣建立一個良好的典範呢 這是重要的 例如你代仁哲民 起居飲食 就像我所說 很多家長說了 我們經常都有提 咦 你是否鬥快入地鐵 那個呢 會不會有讓助這個做法呢 你平時怎樣接觸人呢 其實小朋友 全部都看在眼內 我猜這是家長 真的要很小心 每一天 自己的言行舉止 還有在家裡的家庭管教和運作 是一定要做得很好才行 香港人就有一個基本 即是我們 即是給外國人的一個感覺 我們都要有一定的素質 是 變成你先說地下鐵裏面 讓座 或者不要衝進去衝門 其實以往我發覺 好像剛剛地下鐵開的時間 或者中段的時間 我們真的比較感覺得好 在外國裡面 我就發覺了一個新的現象 即是你在國內裡面 最近那卡的 即是香港有個地鐵伸延在大陸裡面 它有一個座位 是不同顏色的 有兩格 是說明那個 特別需要人事 特別需要人事的位 鼓勵我們去讓座 我看到有比較有趣的地方 我們經常說 國內的朋友 可能不是太熟悉香港的環境 但在國內裡面 反而我覺得 他們那兩個的專座 是能夠比有需要人事 那兩個位是真的不會 那些人衝過去霸佔的 這是不是其實 亦是透過一些教育 能夠幫助我們 所以教育不只是說 在車裡面只有兩個座位 是我們人的心裡面 有沒有多過兩個座位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一點的 就算你有座位現在也有的 你見到鐵路裡面也有特別需要的座位 但是沒有人坐的時候 坦白說我也會坐下去 但是乘客車沒有人的時候 你當然會坐下去 不會說沒有這些對象的時候 你也要進去自己站 你喜歡站就沒所謂 但是有時候就是說 你坐著不是特別需要的座位 又見到需要的時候 你在心靈裡面 都有沒有這個座位 去給予人家呢 這個是重要一點 我們講了一個時間了 其實我們明白了 大家其實最主要 我們要做好的榜樣 老實說你自己也不會讓座的時間 那你怎能夠教孩子讓座呢 我見到現在的父母很有趣 啊 九中上學了 明明紅燈還要拖著兒子 衝過去兒子其實不肯過 因為先生說不准衝紅燈 是踢了很多的 這個其實仍然是今天見到的現象 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家長不要教 只要這麼問 多一點的時間教導 是 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典範的一部分 因為好像剛才所說的 我剛剛在麥當勞座 家長的小朋友想吃雪糕 他說他很想吃 還想立刻賣 但是我家長說不一定會用的 其實聽到家長的語氣就是 你先吃完包 你能吃完才算 你根本就吃不完 我不會買的 就是語氣是這樣 結果看著他 後來小朋友很快 真的吃完 然後他要求要買了 但是後來見家長做得很好 他真的讓他去試 去買哪種味道 跟他談好了 讓小朋友自己去試 可能在這裏 我們自己小朋友都是 我們要給他一個信心 給他一個典範 他就說原來 譬如我要先吃完 我吃不完 我不會買別的東西 可能要不然你會浪費了 因為媽媽在當刻她說 你經常都是吃剩的 你經常都是吃不完的 所以你不如你吃完這個 才去買 結果小朋友是做得到的 吃完了 接著就買了雪糕 雪糕當然吃得了 是的 所以我想有很多時的生活上的小節 我們都要不妨留意一下 我們明白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跟兒女有一個良好的關係 要不然基本上我們就無法管理 如果有了這個大前提之下 我們就可以想一些辦法 先頭說的是其中的一些 我們覺得都是好的辦法 是的 好了 那家長要怎樣裝備自己呢 所以家長為何要裝備 其實剛過去那段時間 我們在元朗區也有做一個 修身邪家的家長發展計劃 在當中我們特別 這次就有分不同的單元 其中一個單元 就會是個人 是必修科來的 是個人的發展 這部分包括了有兩個科目 她一定要參加 一就是從自我發現開始 就是說看回自己的原生家庭 對她的成長的影響 她的經歷 她再檢視一下 咦 今天媽媽、爸爸 都活了這麼多年了 原來當中有些什麼固有的想法 或者是一些價值觀念 原來影響著她們今天 去對待小朋友 這是必修科他們一定要想 第二部分就是學學九型人格 九型人格 讓家長知道 原來真的一樣買是一樣 八樣人格 而我自己和我的小朋友 究竟屬於哪一類型的呢 這些必修科是他們必須要上 在過往 真的從收生開始 是他們自己去學會了 去看回頭的時候 原來開發了他們自己很多 發覺原來 咦 今時今日 為何我覺得兒子永遠做的事情都做不到 我理想的事情 再看回的時候 原來因為他已經帶著過去 他自己成長的經歷 他覺得這些是不好的 當兒子一說這句的時候 他又來了 於是他已經沒有了一個來性 來再幫他 帶引他去改變 我們都看到 其實原來最重要是 先頭的兩個必修單元 我聽到就是一句說話 就是自我認識 自我認識 如果你沒有自我認識的話 其實自己也不認識自己 就更加何談的教 自己也能夠教得到 好了 這些部分如果我又解決了 我認識到我是甚麼性格 我是性吉的 剛才生了兒子出來 就萬能中暖皮蛇 那怎樣呢 這樣的性格是否沒得搞的 不是沒得搞的 所以接下來就是單元二 單元二 叫全能父母工作坊 哪有人是全能的 我們不是三仇六臂 當然有很多局限的 沒錯 逐樣學 其中一些 譬如說是情緒管理技巧 小孩子的治理能力的管理 怎樣開發他一些潛能 都是有不同的主題 當中最受惠的 就是技巧篇 就是這些 特別是情緒管理的部分 即是說家長 他當管教的時候 為甚麼這麼多勞氣 其實他真的能否由他自己做起 他看回在這個環節裡面 很多家長都說 原先試過的 都是不行的 但當他真的在用一些方法的時候 由他自己開始去管理好他的情緒的時候 其實他會看到 小孩子看到他的進展的時候 看到爸爸媽媽的改變的時候 原來小孩子自動會乖 不用他怒氣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技巧要學的東西 我也相信 我看到媽媽一走過來 起床 跟他罵著我說的話 我肯定是三個 二人不聽她說 看到他笑話很小的 我們就會 聽聽你說甚麼 是 是 這些我相信這些技巧的 我們以往有些家長都散散 我經常都說 出去外面可能一些講座都會聽過一下 但是問題呢 我們都是有一個最大的困難 就是說我們聽過而已 不過回去後我就不記得了 還有這個我覺得最大的困難 爸爸媽媽不會一起有時間來聽的 通常媽媽來聽完的時間 一會兒爸爸也沒有來過 他仍然用回他的那套 這些是怎樣解決的 所以其實在當中 就是更加之 你只有一個 這是重要的 好像我們阿周海聲的故事一樣 媽媽來才可以的 先由媽媽開始演戲 爸爸來的就最好 爸爸來一起去面對一起談 現在我們說 特別是在過去我們那個項目 有不同的家長在當中 特別是單身的家長有 或者是他有特殊需要學習小朋友的 亦都有 在當中其實我們說 只要你肯來 他肯去做 就是由他第一個 開始踏出第一步 去做這個改變的時候 其實整個家庭 是慢慢可以去幫到手 改變到 我們現在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做父母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建立關係之後 然後就自我認識 然後學習一些基本的技巧 就可以有機會跟小孩子 繼續前途溝通 我們就嘗試一下 看遠一點 先來我們說修身 先來我們說修身的部分 齊家我們還未齊家 是的 那怎樣齊家呢 我們就說 逐步來 修身 如果家長 媽媽自己本身管理好情緒 跟小孩子建立好的關係 其實整個家庭的氣氛就華麗起來 在當中 就真的整個家庭 有一個轉變在當中 整個家庭氣氛是寬容了 再者我們在那個計劃裏面 還有一部分就是 他要去參與義工服務 在做義工服務的裏面 就歡迎他帶著小孩子 一起去做義工服務 很多的回應都是 原來透過一個這樣的義工服務的裏面 更加去體會到 他本來以為自己的家庭有這麼多不足 但是當他接觸一些 更加比他有需要的家庭的時候 他就發覺 咦 原來我都不是太壞 又或者原來我還有能力去幫到別人 是一個很感恩的事 整個家庭慢慢就和系起來 這是我們會 在過去的項目 我們看到會有這麼好的轉變 永遠都是 我經常都說半杯水的故事 我現在很感恩 我有半杯水喝了 這也是我們在課程中 我們會跟家長分享的 所以他也是 本來看到兒子有這麼多不足 後來發現原來兒子有這麼多厲害 這也是他們的改變 好 我們就休息一會 我們一會兒回來再聊 好 謝謝 向你誠意推薦 I Read I Read 是甚麼你 I 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刊物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 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下載書內的相片 觀賞 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好 呂太太 我們剛剛先頭就說了 現在可以說到齊家了 剛剛我們先頭說一些義工各方面的東西 其實我相信義工也是能夠 建立好大家子女 因為親子義工一起做很多活動的時間 跟著其實這個義工還帶給我們 有甚麼其他的好處呢 其實小蚊子一起去參與的時候 跟家長多了交流和溝通 因為之前他們要預備 究竟我們預備甚麼遊戲 怎樣玩 怎樣做 在當中他們原來是發覺 我經常以為我小蚊子 很多東西不行 原來在談的時候 發覺原來我的小朋友 原來很多很創新的意念 家長願意去聽多了 也看到小蚊子的潛質出多了 透過一個以為去服務別人的一個媒介 原來在當中他們更加是獲益良多了 我最近就參加過一個朋友的生日會 即是那些大朋友 即是我們這樣的 媽媽的生日會就由子女幫他搞 我發現原來都挺有趣的 我也很欣賞這個媽媽 她能夠所作的一些東西 第一件事 她今年是中式 早幾年是西式 但問題是她整個項目 在當中有甚麼遊戲 抽獎 以至到座位安排 全權都有小朋友安排 我看到她的生日會裏面 就有腦有亂了 最大的一個好像八十多歲 最年輕的一個就只有幾歲 是 整個項目我覺得挺有趣的 他們自己的安排 我想就是我作為座上客的其中一員 我又不覺得有冷場 也挺開心的 其實子女是可以的 是 所以我們是要給多些機會 我們小朋友在各方面去嘗試 其實家長 先說你帶出來做義工 有種種的好處 你先說修身 齊家 齊家還有甚麼要處理呢 我猜是我們剛才說關係要先走 關係要先走 接著就是要信任 信任甚麼呢 就是我們信任我們的小朋友 是能夠有能力去應付一切的困難 因為很多時候現在我們就說 為甚麼說港鞋港鞋 就是他們 我們家長太擔心 他們不懂得去應付這些東西 即過度保護了 過度保護了 亦都沒有這樣的信心 他能夠完成 正正小朋友去買杯冰淇淋 究竟是行不行的呢 知不知道那樣是甚麼雪糕呢 他剛才說啡色的 原來媽媽跟他溝通完之後 結果給他試的時候 真的買到一杯雪糕回來 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們就是建立了很好的關係的時候 我還要有足夠的信任 去背後小朋友 去走每一步 我們做家長只是在旁邊從旁邊去觀察 看著 有時候他們會跌的 真的會跌 有時候我們說有它跌一下 我也很喜歡用一個的比喻 就是小朋友學習踩單車 他一定要經過跌才能夠懂得踩單車 一定是要經歷過由三個輪子 變成五個輪子 才會再變成兩個輪子 是嗎 四個輪子 明白 明白 最初的時候 單車是三輪車 然後兩輪單車有六個輪子 然後就能夠拆 是的 但要拆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是跟他 很大的糾纏 我記得我和女兒都是 我死都不拆了 我一定會跌的 那要經歷了很多哄他 或者你又要告訴他 媽媽在你旁邊 會扶實你 會跌 不過不會跌倒 不會跌死 不要緊的 我想我們的袋子都堆著交曝 跌是必然的過程 但只跌兩跌就會成功 我想適當的空間是需要的 我們先頭說 你說介紹了我們讀課程的時間 先頭基本的那些我們有了解 齊家的課程是有沒有的 其實有 齊家的課程 現在我們更加是開始做一些 類似一些婚姻培育的事情 婚姻培育 關係沒錯 不只是對子女 是的 雙方都要有很好的婚姻 因為齊家是夫婦的關係 其實小朋友是看在眼內的 看到你冷戰的時候 他們都會不開心 以為沒事的 因為我大聲和我先生聊天而已 我只是大聲一點而已 但是生日子就會覺得 喊緊交了 他們有很多的憂慮 很多的不開心 所以怎樣培養夫婦關係 都會是一個我們關注的地方 我不知道大家的家長知不知 每年的11月11日 就是夫婿節 今年6月1日 是夫婿節的第11週年 非常好 如果大家也能夠 記錄下你的日記簿 10月11日就約太太 我想這也是非常好的 是的 好了 你說我們夫婿關係或各方面都要有良好 其實你的課程中教我們甚麼 教我們夫婿關係 教我們如何協調其他方面的事嗎 其實很多時候結婚的時候已經知道了 有這樣的承諾 但是承諾裡面 原來一直發展的時候 開始發現 小蚊子開始長大的時候 原來我們一個婚姻的歷程 在家庭關係裡面 其實有很多個關口 是 最初的關口就是兩夫婦 三不三小蚊子 有了小蚊子之後 小蚊子慢慢成長了 由怎樣入行開始頭痕 現在一直頭痛 搬哪裏去哪個校網 除此之外 到小學到中學 好了 現在多了一條龍 好些了 又好像少了一個關口 但是其實在整個家庭裡面 都是面對很多不同的關口 在當中 夫婦怎樣去協調 怎樣去溝通 這也是我們在夫婦婚姻關係裡面 要去處理的事 特別是在期望上 最初期望當然是開心心 很開心的 誰知道原來多一個小蚊子 這麼多的煩惱 四百萬都搞不定 不是錢可以搞得到 剛才說的六百萬了 六百萬了 升值了 所以我們父母更加一定要去升值 就是說 知道原來這個關口是需要 一起去面對的 很多時候 剛才聽到一個不開心的分享 就是說 有些朋友就說 我其實這個小蚊子 我很專心照顧我小朋友 我女兒一直長大 但是亦都發覺 原來跟先生的關係 一直拉遠了 因為當他很專心照顧小朋友的時候 他覺得他很專心照顧小朋友 於是我就 所謂我很專心地去照顧我的事業 但是當太太覺得 有個需要跟先生再拉近的時候 先生覺得已經 不是這個時候了 已經過去了 有些事情已經過了 所以在婚姻歷程裡面 其實我們都是多給他們一個提醒 其實我也留意到身邊有些朋友 就是自動有了小朋友之後 大家很關注了小朋友的一些 學習或各方面的習慣 過度關注 而那個關注 有時候也挺令人害怕的 就是正如你說 考試 那樣的小朋友就應該放下了 他連工也請了假的那種 然後回去了 那所有什麼 本來應該 兩夫妻的自己私人空間 各方面的時間 完全沒有了 兒子先行 女兒先行 這個是真的 要勸一下新的父母 真的 其實我現在也跟父母聊天 子女可能是伴侶 最多這十多年而已 夫妻才是一生人的老 所以照顧子女是重要的 不過夫妻的關係 繼續來持續來增長的時候 這個也是更加重要的 好 我們說了 首先自我認識 跟著關係就好了 跟著怎樣呢 那我們衝出去沒有 可以衝出去的了 衝出去的了 那我們跟著要怎樣呢 我們其實是不斷的多元的學習 真的 因為現在社會真的不斷變遷 我想作為今時今日的父母 真的要多些接觸新的資訊 你接了新的資訊 你就容易衝出去 因為你知道真是世界怎樣轉 你不是再… 即是不要這樣勾 因為大家都懂得很多東西 我看到先頭你也會說自己自我認識 然後帶他出去做義工 其實這個是不是引申到 其實他也認識到更加社會的一個問題 多一點的承擔 以至到他真的可以看遠一點 我們整個要平天下 其實也要了解天下先的 對 對 所以就是接觸完新資訊 去做這個社會的服務的時候 去幫助社會接觸不同層次的人的時候 真的開闊了他們的眼界 在當中他們更加懂得… 我們希望他們更加感恩 原來真是我所擁有的 原來是這麼多這麼好的東西 以至到他有能力 再去幫助有需要的人 這個我們希望能夠在課程中 或者每個家庭中都是 去看到自己的很多好的東西 我記得課程中很多的家長就說 過往我原來用太多負面的東西 去看我的家人 去看這個世界 當他接觸多了的時候 原來發覺這個世界其實也挺美好的 其實你的課程中會不會有些冷一點的呢 會不會… 經常都只是在這裡聽理論而已 會不會多些實踐 或者多些其他不同的情況 我們很多時候的家長都有幾句說話聽到的 聽完講座裡面 好像頭頭是道回家就一無所有 有什麼想法可以告訴我們 記得你的問題 或者有沒有活一點的辦法呢 我們在那個課程中 都是叫他回去要用的 要用的 例如他學了管理情緒 他要發表之前 他可以怎樣做有什麼的步驟 這些全部他們是會用的 我們每一課回來問他上一課 你有什麼做了用了的 去分享 這個如果希望我們不只是在課程中 希望他辭之以恆 看一些參加者填的反應都是 他回去會用的 亦都發覺是家人都看到他們的改善在當中 是非常非常之好的 在當中他們都說 其實過往他沒有想過原來自己是有能力的 當他經歷過這些的時候 發覺原來他自己 即是再重新檢視了的時候 原來覺得自己的價值是有在的 或者是原來這麼有價值的 過往他覺得自己作為一個婦女 都沒有事 不外遇事 都是會煮兩餐 帶上學帶放學 但是當你在過程裡面 他檢視自己的時候 發覺原來自己是一個很弱能力的人 就是自我肯定 自我肯定高了 自信心是高了的 我想大家都覺得當我自己的信心強了 我出街都昂首闊步 我也覺得是的 太太的角色 不是等於一個非用 她是一個家裡的理財師 大大小小什麼都要去理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角色 今時今日做父母真的不容易 上完你的課程之後 你最終希望我們成為怎樣 我們有句口號 做好自己 顧好家 做好自己 顧好家 不只是給家人這麼簡單 我們真的要回去真真性正 做好一點 我們基本上這個概念我們有了 其實裏面 除了你錢投稿的口號 其實你是不是期望 我們的家長上完這個課程中 有些實務一點的東西學得到 是 然後是否有些回饋社會的參與 會不會有 他們就是要回去 我們說他還有一個叫做家長天使 其實現在是看得到他們是做到的 就是把一些可能是被動的家長 邀請來課程那裏 除了剛才說義工的參與 他還會有一些新的家長的推介 其實一直在課程中 看到很多都是 課程很好 接著就叫他們來 很多都是透過朋友再介紹他 去參加這些訓練的課程 或者這些工作坊 其實是看到效果一直在擴散 即是說由本身他以為自己受惠 接著再邀請朋友一起來的時候 是一直把這個做好自己 顧好家人的訊息 讓更加多人來參與 來受惠的時候 其實是一直把連意擴大 我相信這是會一件好事 我們經常都覺得 例如上課的家長 通常的問題都是處理得到的 最困難的就是他不來上課 而透過這個計劃裏面 我相信有些轉介介紹 可能會令身邊有些朋友 本來也不太知道 可能會知道到這些概念 我想也會有些幫助 那我的子女 其實有沒有回來反映給你聽 是否真的有有效的得益 其實就是那些參加者問卷裏面 他都填上的 甚至說是見到媽媽是開心了 見到媽媽是有改變的 還有當中我們在一個自我認識的課程 其中一節 他們是要寫一些感恩的說話 或者是幫助過他在成長裏面的說話 發覺原來這是他們沒想過 沒試過 沒做過 然後發覺是有一個很好的效果 在當中 因為我們說過往的寫信 寫信都是好像紮備他 我想你這樣 我覺得你這樣不妥那樣不妥 但這次原來發覺 原來老公在背後支持我這麼多 或者女兒兒兒兒兒兒 我看到你原來有很多的努力 怎樣怎樣怎樣 發覺原來 家人是給了一個很正面的反應 還有他們是很感動的 在那個分享的過程裏面 很多都哭得很重要 即是發覺原來我以前沒有試過做的 或者看不到他的好處 當我更加去透過一個這樣的文筆 來對他表示的時候 他們更加之由小孩子告訴他 原來媽媽是這麼可愛的 即是媽媽你上了課程的時候 原來是變得更可愛的 這個非常之好 因為我也看到最近有一個朋友 跟我分享一個都挺悲哀的故事 他是一個精神科醫生 但問題是他的病人裡面 你猜猜最小的年紀是多少 現在聽說是十多歲已經有 我告訴你聽說是一個幼稚園學生 真的很悲哀 他剛才入學 也是不夠那個一個月 然後小朋友覺得壓力很大 跟媽媽一起去看醫生 而他這個就是一個漫長的歲月 因為小孩子已經在一個多月裡面 是有抑鬱症 令他媽媽也是 你想想一件事 我們經常都說 那些生人最快樂的應該是幼稚園的 但是他從這一刻開始 就已經是有這樣的困擾 我想未來日子都會相當難 今時今日我們作為一個家長裡面 我們先說了 機會就給了你面前 能夠好好裝備自己 我相信這是一個好事 先頭也都給了一些貼士我們 那些未來上課 我們已經教了大家一課 就開始大家回去 不如寫一張紙仔 學一下怎樣欣賞 你究竟有沒有欣賞過你的子女 你有沒有欣賞過你的老公 我們這招就教你一條 還有沒有教多一條 可以真是欣賞我的說話是可以說多一點 欣賞說話說多一點 我想這件事 我想回去努力大家 那我相信有沒有補充 暫時沒有 沒有補充的時間呢 我相信就是 我們是不是一些課程 是遲些都可以補充的 屯門區的話 我們都會在各小學和幼稚園 會有資料的去學校 全葵青兒區 我們就會在不同的信業會的堂會 還有葵青信業學校 還有社會父母大樓那裡 一起去做宣傳 我想不要緊 如果有興趣的家長 他有辦法找到我們 我想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你 好 麻煩了 余先生 謝謝 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 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